我 我是在抖音上跟琴琴听的 你没觉得我跟琴琴听的 我说是的 哥 你是上天菜来整座的显现 哈哈 听琴琴这首歌真的好 我 我不动 我 我不动 我 只能高兴 我 只能低手 我 我不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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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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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小脸 哦 你放小脸上渣啊 嗯 就是 我就最想 最有点 就是就 鼓上来的那一刻啊 是我听到我自己说话的 就是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怎么还能被自己感动 就是 但是我刚才听到我说的那句话 就是那个 i never lie, 第5组 的第5st 就是 Doing something 我不是把他那个英文 反向中文 点了那第1句话嘛 就是我从来没有觉得 生活如此的美好 也从来没有觉得想到 什麽 DeusIGHT 我刚刚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 實在是好像克制 要不然太丢人了 你 生活真的好辛苦 哈喽于歇 谢谢于歇 安妮 于歇安妮 不过生活真的很辛苦 还好了 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辛苦 所有人的生活都很辛苦 都会遇到很多的磨难 磕磕绊绊 就是大家一定要做成为一个又温柔且坚定的人 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然后为了自己心目中的充定和向往 一定要去努力坚持 而且人生真的已经很辛苦了 所以大家都要不防护注意 就是不要为难别人和彼此 我觉得星星特别善良 就是他前段时间跟我说 他说他到了这个城市以后 他想去星巴克做剑职 就是然后说等以后 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接受他的时候 或者是不接受也好 但是他都要好好的照顾和孝敬他的爸爸妈妈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算了 我说你别去星巴克 你就好好做你的阿部主吧 他要去学 他要去学剪映 他要去学PR 这个谁要学的 啥也不会 因为他平时也很忙 就是虽然我们在直播里不能说那些东西 因为关于我哥的那些最好还是不要说 但是其实他是有 他有 光他自己的事情就很多 很重 然后他 我觉得我要自己去学着剪剪视频 而剪演我自己想剪的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心酸 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辛苦 只是有的人会讲出来 有的人不会讲出来 有的人就算觉得辛苦 他平时的生活状态还是开开心心的 然后笑着的 你要是说谁的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 那是不可能的 只能说看你自己是不是积极向上 我除了身体不好 你看妈妈对我也很好 你对我也很好 大家对我也很好 除了我的身体对我不好 就真的 我今天看到那个视频弹幕说 他应该很幸福 就是我当时看着他跟妈妈在草地上 打滚 打滚 我就在草地上玩那个泡泡的时候 我就觉得 就因为 这个辈子值了 其实我们不是有两个微信号吗 谢谢咕咕咕咕 我们两个好无分享号 就是我每天会回一些星辰的信息 然后 其实有很多星辰说都很羡慕我们俩的爱情 其实我们俩只是生活状态 然后比较积极乐观 就是也不喜欢把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分享给大家 其实我俩 爱情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虽然我们俩人就是很幸福可以在一起 但是 首先我们这个群体就是不被 不被大部分的 父辈的他们那些人接受 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生是很辛苦的 从小到大其实都很辛苦 只是 自己比较积极乐观而已 尤其是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年龄 是属于成家立业的年龄 其实 更辛苦 那你说咱妈是什么小神仙 咱妈为什么 我就真的觉得 就是你们之前说我的时候我还不信 那后来我真的觉得 我就是一个挺幸运的人 因为我也是很乐观的人 其实我也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就是我觉得遇到任何难题 就是只要能去解决它 我觉得人生就是美好的 我觉得唯一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是健康 如果你是不健康的这种事情的话 就真的太让人难过了 你你在你是不是在递死我 我记得值得我很健康 我说的是实话 如果身体出问题的话那才是最大的不幸 人生的许多难题 其实真的不要太悲观 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就是你可以你可以伤心这一段时间 但你一定要努力的站起来 因为人生真的很美好 美好的明天真的 哎不是他说他是说你呢 我说我没有我觉得我我觉得我虽然马上就要去做杜鸠了 然后就是我会再痛苦一下 因为平时大家起一个水泡也会觉得很疼嘛 我是从脖子起到屁股那一溜 然后但是我觉得挺过去就完事了 没有过不去的坑 到时候拍给大家看 没有过不去的坑 我把你屁股那个里面打个马再坑 但是好像没有过不去的坑 能给大家看吗 挺恶心的那种 不恶心怎么恶心了 都是水泡 我知道我拍过照片 就很恶心 哎因为我之前就觉得我天哪 生不如死 我让我室友给我拍了个招式 是不是说哎挺恶心的 关键是我最不能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因为那个水泡 你站起来的时候 那个水泡因为它都是连着的 它就会在底下鼓得特别大 顶上就没有 然后有的时候晚上睡觉 它自己就破了 然后我就被失省了 我觉得到时候你会受不了 你想我的水泡要是在被单上破了 我跟你讲我最近真的 我睡觉都睡不好 每天晚上都做饿梦 哎咱妈来的就不做饿梦 只要咱家有一个大人在这 你就不做饿梦 也不是 是 我老是做梦 我爸追杀我 因为我爸太凶了 不敢 你不做饿梦 我是 跟我爸 还f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